高速路上爆胎是危险系数最高的事故之一 一旦爆胎 车辆将在瞬间时去控制 方向盘也会偏向一边 当前轮爆胎时 车辆方向会偏向爆胎一侧 方向盘因为爆胎特别重 因而不能及时纠正方向 后轮爆胎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 但相对而言 对方向盘的影响要小于前轮爆胎 严重性要轻一些 无论是哪种爆胎 车辆高速行驶的瞬间 都会因为方向不受控制 撞向隔离带 非常的危险 既然爆胎这么危险 为什么不采用实行轮胎呢 很多人会有这个疑问 或许还自认为此方案是个解决车辆胎的良方 毕竟实行轮胎不用充气 使用寿命长 不会起包变形 其实实行轮胎的弊端 要远远大于现在轿车用充气轮胎 首先从材质构造上 实行轮胎的重量将使汽车的油耗大大增加 实行轮胎的弹性要小于正常轮胎 在经过坑挖路段时 轮胎受到的力会直接传到车内 驾乘人员的舒适度大大折扣 实行轮胎在行驶过程中存在碎裂的危险 车辆在行驶过程中与地面产生摩擦 会有助波现象产生 引起轮胎内部摩擦 正常轮胎有弹性 很容易将助波化解掉 然而实行轮胎却因为实行 内部产生的摩擦化解不掉 引起高温 导致轮胎碎裂 目前实行轮胎在家用轿车 货车等车上 性能从充气轮胎相比还是有较大差距 但是因为实行轮胎 其耐用 负重力强等优点 广泛用于插车 港口拖车等特殊车辆上 不过不论什么样的轮胎 在什么样的路上行驶都要安全第一 速度第二 不能拿生命开玩笑